关怀中心的孤儿们因为受了教育和其他非洲孩童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其实非洲的资源和财富的确是集中在少数受教育或是拥有特权的人手上 在莫三比克我们就深刻感受到贫富选速的鸿沟 在这个人民平均只赚一块美元的国家 有钱人却住在百万美金三千万台币的滨海豪宅里 一个非洲犹如两个世界 滨海别墅 气派大门 绿木服输的街道停着进口双B车 这里怎么看都像是先进国家的高档社区 但是这竟是出现在国民所的一年只有440美金 世界十大穷国之一的莫三比克 这里是莫三比克首都马普特相当著名的一条街 因为在我左手边是一栋要价美金百万台币三千万的滨海豪宅 但是就在这些豪宅的对接却是加普斯币什么都没有的贫民窟 破烂专房是九成五莫三比克人的居住景观 剩下百分之五的豪宅人口到底是何方神圣 勾起我们的好奇心 她是乔登 旗下有十二家企业 还在莫三比克最大私立大学担任CEO 两层楼 两百六十平的大宅院 泳池是基本配备 五个房间 阳台可以眺望海滩美景 若大豪宅市价逼近台币三千万 只有她一个人主 黄金单身和乔登的好友富迪诺 是莫三比克三百个博士其中之一 虽然出身贫苦 但高学历让她在总统家族企业担任要职 挤进了上流社会 会有个朋友她说她 我说她价值在忙什么 我价值在学开飞机 一个月下来的一个消费 从一万美金到五万美金 就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一个月花一百五十万台币 在文明世界都令人炸蛇 何况在莫三比克 九成的人民一天赚不到一块美金 警察好一点月薪一百五 但是电脑工程师月薪却可以高达五千美金 和台币十五万 美林财富管理公司曾经出过一项报告 在多数人每天指引台币二十元过活的黑色大陆 却有十万个身价总值超过六千八百亿美金的非洲富豪 贫富差距的鸿沟 让社会问题持续扩大 极度美丽却极度原始 极度贫穷却极度富裕 人心终究起了化学变化 一个非洲 两个世界 贫富差距和贪腐体系 让黑暗大陆似乎永远等不到光明来临的一天 欢迎回到黑暗大陆血钻石 血腥 贫穷 艾滋病 让上千万的非洲孩童都成了孤儿 上段节目当中 我们从马拉威部落接走的三个小兄妹 他们被带去了哪里 继续追踪发现 他们其实被安置在一个特别的孤儿院 里头吃穿不愁 还可以读书学才艺 被称为是孤儿天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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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宗少林太武功 对 另一边是有如黄音般的悦耳歌声 好 预备 起 同时间平均五岁的非洲娃娃也在唱歌 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唱的竟然是小蜜蜂 中文儿歌 少林功夫 一张张纯真的笑脸 这是哪里 这是贫穷战乱蛮荒的黑色大地 非洲吗 好 跟小孩子生活在一块 互动一下铃头感情 所以他们都就好像他们的爸爸这样 我们把他当作自己的小孩 气喘吁吁的和黑人小孩踢足球 他是惠礼法师 来自台湾 但人们叫他非洲和尚 孩子叫他和尚爸爸 二十年前 原本只是单纯来非洲盖寺庙传佛教 但看到马拉威百万孤儿贫病孤苦 从此舍不得回去 长得头弦 赖利头 挺得大肚子里面都是丑 全身皮肤病 我们当初来见到这种情形 就有一股悲心会起来 怎么办怎么办 要怎么做怎么做才能够帮上回他 马拉威地大城布兰黛市郊 占地三十六公顷的中式建筑 是惠礼法师奔走木款下 在非洲成立的第一间关怀中心 也让马拉威的孤儿们 从此有了一个新家 关怀中心透过社会局收容养育 父母双亡需要帮助的孤儿 其中也包括艾滋病童 我们在部落接到的三个小兄妹 就是被安置在这里 孩子们住在有水有电的房舍 虽然称不上豪华 却有自己的床铺和织物贵 好几套干净的爱心捐赠衣服 轮流换着穿 生活条件远比家乡部落好的太多 在粮食严重缺乏的非洲 关怀中心的孤儿似乎也第一次 体会到满足的感觉 马拉威一般学生至少要走路 一两个钟头才能到学校 课本也必须好几人共用一本 关怀中心为了让每个孩子 都能读书受教育 甚至在院区成立学校 对这些孤儿们来说 除了吃饱穿暖 还有一个幸运的事情 就是人人都可以上课 而且每个人手上 都会有一份课本 有修念 试穿不愁 这里堪称孤儿天堂 但非洲人受传统观念影响 当时收养孩子时 费了一番辛苦 有一点害怕 为什么 逃亡 他们睡觉起来 全部的小孩不见了 跑光光我都跑回家 跑回乡下去了 因为传说中国人会吃小孩 而且我 最近听过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听过这个事情说 中国人会吃小孩 然后我们怕说 要来这里被中国人吃掉 说着流利中文 阿鲁今年十四岁 来关怀中心已经六年 除了基础教育 还上中文课 现在的他早就不再害怕 而且还想当功夫明星 机会都不足 如果很多小朋友生病的话 我们真的负担不起医药费 也是希望通过功夫 可以让他们的身体更健康 然后免疫力更强 王湛北是河南少林寺弟子 六年前来当志工 传授强身武术 现在也成了孩子们的一项才艺 那这一个 我懒得这个 一点点 现在长得很高 比我差不多跟我一样 阿奥和妹妹万雅 父母因为艾斯病去世 幸运的阿奥没有被遗传 但万雅却成了艾斯代言者 我在这里能学中文 学功夫 其实在马拉维 就是很多人都学不到的 所以我很开心 十四岁的万湘亭亭玉丽 也在关怀中心度过了五年 现在是声乐班的高材生 学唱歌 练武功 非洲母女之外还学英语 中文也说的轮转 关怀中心的孩子 抛下了悲伤的身世 贪婪地学习吸收着心知和才艺 万恩和万耙虽然是女孩 但也喜欢学武功 八岁入院六个年头过去 已经考上大学 我也会要当医生 以后想当医生 为什么想当医生 我要帮助病人 从失去父母的绝望 到现在对未来充满希望 关怀中心在非洲 共收容三千名孤儿 包括三百名的艾滋遗孤 每个院童的人生 因此多了点色彩 东方僧侣在非洲 博下的希望种子 终于等到开花结果 这股慈悲也号召了 从四面八方来的义工 武上至香港人 原来在国泰衡公任职 年薪近四百万 三个月前却决定当一年志工 告别了繁华家乡 来到世界最穷国 这个就是我的房间 然后平常呢我就 白天可以把窗打开 但晚上呢我就把它关起来 因为很多虫子 狭窄简陋 还有恼人的蚊虫 和随时停止的水电 但心却是满满的 回去的时候我心里像是空 但是我带的东西应该是从 应该在这边吧 可以满满的走吧 当年为非洲赈灾的歌曲 现在成了非洲孤儿 回台表演的曲目 上一回他们飞到上海世博会 精湛的表演赢得满堂彩 从非洲荒野传统部落 登上国际舞台 这群孤儿们未来的路 比起绝大多数 平平交迫的马拉威孩童 似乎更加宽广 也许他们少了父母关爱 但在他们眼底 我们已经看见 新一代的非洲希望 在新一代的工作 台湾中文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